来看看这条题目 他考察的是堆排序 快速排序以及规病排序 三种排序的空间复杂度 现在三个排序的空间复杂度 在表格中给出 首先是堆排序 堆排序它的空间复杂度只有O1 因为堆排序的思想是 每一次将堆顶元素 与表位元素进行交换 那这个堆顶元素 它有可能是最大的 也有可能是最小的 所以堆排序每一趟过后 都会让最小或者最大的元素 确定它的最终位置 那因此它所利用的空间 也就是O1的常数级就可以 而规病排序 规病排序空间复杂度是O1 这个跟它的执行步骤有关 因为规病排序 假如说有N个元素的话 N个元素 规病排序首先把N个元素分成N组 每一组里面都只有一个元素 然后进行二路规病 二路规病就是两两合并 每两组之间按照有序表合并的方式 合并成一个新的表 所以这个规病排序它占用的空间复杂度 就是O1的 因为它要分成把这N个元素分成N组 那当然它也利用到了地规的工作站 而这个工作站的深度是O-LogN 与这个O-N相比的话 也是取这个大的O-N 所以规病排序的空间复杂度 那就是O-N 而上面的这个快速排序 它的空间复杂度平均来讲是O-LogN 最差可以达到O-N 因为快排所占用的空间完全是地规工作站的深度 因为快排也是一般来讲用地规来实现的 下面的表哥分析了快排的最好和最坏情况 最坏情况是初始序列已经接近有序 这个有序可以是正序也可以是逆序 总之它是一个接近有序的 因此这就会让我们每次每一轮执行 它选择的那个中轴值 那个密的 它有可能是这个序列中的最大或者最小元素 因此那它这样形成的地规站 那个深度就是O-N的 在数中在查找数中来类比的话 那这个最坏情况就有点类似于顺序查找 它那个它形成的那个数 它是这样O-N的深度 每一层都只有一个节点 而这个最好情况呢 是初始序列的 初始序列这个排序方式 能让我们每次选到的这个密的 也就是这个中轴值 恰好是这些元素中处于中间位置的 这样它的地规站的深度 就是能够达到O-N 那类比到查找上 它就是一种折半查找 一种折半查找 所以它的数的深度 就是O-N的 经过计算验证之后 可以证明这个最好情况 也就是它的平均情况 也就是快速排序的平均空间复杂度 就是O-N 那时间复杂度平均就是O-N 而这个最坏情况呢 这种最坏的 比较极端的情况 是 少 是比较少 是比较少出现的 所以它的 平均值 是比这个O-N要小一些 是能达到 Log级的 所以它只有在最差的时候 在这种最极端的情况下 才会达到O-N 因此这条题就按照表中的顺序 空间复杂度最小的是堆排序 其次是快排 然后是龟并 所以选择A选项 堆排序小于快排 小于龟并 那好 这条题讲解结束